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要开学了 期待吗?大家 教育部已经公布了中午中会学生打先锋,率先开课 以便公布基础迎战大马教育文明考试,也就是SPM 以及大马高级教育文明考试,STPM 校方在董家教三方面同理合作下 已经做好了一切的标准作业程序,也就是SOB 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把老师安顿好回来 就是安排分批回来,为同学们做好准备 迎接大家回到学校来,我们已经进行了打扫 安排桌椅,安排课室,一切标准作业程序已经做好了 包括校图已经在今天下午进行 我们打算在6月20号星期三早上 就欢迎各位同学,从头校园的怀抱 面对新常态,大家必须遵守防疫程序 坚持观测,融入生活 循迹感染,风险高,防疫措施要做好 新生活培养好习惯,新常态树立好风范 各位同学,我们老师都很想你们了 我们2020年6月24日见 进入校园有校园的标准作业 所以这位同学一定要遵守 为了大家,为了国家,为了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 清晨6点45分,学校的一号门,二号门和三号门 大门为你们而开 校方已经安排了三个站点 让学生们测量体温 第一个呢,就在新教学楼的日兴广场 也就是我们讲的lobby即兴 也就是你从一号门进来 你在草场边缘的杨徽地板上排队 已经画好那个线条,一公尺的距离 所以各同学排好队伍就到日兴广场去测量体温 然后洗手消毒,然后回大阪上去 第二个呢,就在block c的墙壁上 所以各位同学,你回来的时候 你终于发觉到我们校园的三号门二号门的地方 已经改变了 那个警卫庭已经移走了 然后把屋顶呢,盖起来 让大家有更宽敞的地方集合 所以就在二号门跟三号门的交界点 所以同学们排好队 掃描,洗手,然后回到班上去上课 那么第三台呢,就安装在办公室的前面 所以办公室前面这台呢 各位同学们,你们也可以使用的 只是呢,这个尊师重当,一定要尊重 就是看到老师,先将老师掃描 你们才接下去用,OK? 好,掃描过后,记得啊 一定要洗手 或是洗手过后掃描 才到班上去上课 这个洗手的仪器也是自动的 就是你的手伸过去 那个洗手液就会自动的流下来 所以各位同学,你不需要去按摩 好,那么第三 你要紧张有序的液体温 记得保持一米的距离 第四,体温高于37.5摄氏度的同学 你一定要留在我们所指定的地方休息 二十分钟过后,你再拿第二次的体温 如果体温恢复正常 你就可以回到班上去上课 那么那些体温第一 37.5的同学呢 你当然了,就可以直接到班上去 准备上课了 好,那么在校园走动 记得必须依据地上所已经贴上的箭头指示标 所以向左,向右,各位同学都要看好 好,再来就是上下课的时间 中午,中午六,一日是早上七点三十分上课 那么放学时间是有区别的 中午六的学生,星期一也是一点半放学 记得星期一点半 星期二,星期四是两点放学 星期三,星期五是一点放学 这是中六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中午的同学放学时间 中午的学生,星期一一点半放学 除了有上回家教育的学生 那么星期二到星期五 每一天都是两点放学 这是中午的学生 好,课室管理SOB 顿品利己,为前见人员着想 这是日心的学生应该秉持的精神 我们常常都为别人着想 记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第一,我们鼓励学生戴口罩上课 我们也鼓励学生自卑洗手业 第三,学生不得随意离开课室 离开课室前必须佩戴离半证 第四,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尽量减少在课室内走动 如果要向老师查询或询问 也是要保持一公尺的距离 第五,在实验室进行实验时 自行保持社交距离 那么当你碰触了各种仪器过后 记得,要勤洗双手 勤洗双手过后,你才可以触摸你的脸 当然,如果人的话,尽量软住 避免碰触你的骨关 所以记得,各位同学,在课室 或者是在这个实验室 一定要尽量洗手过后 才可以碰触自己的骨关 好,用常的SOP 食堂是不开放堂食的 所以第一,我们鼓励学生自卑食物到学校 第二,自备汤食,擦筷子到学校 那么餐具呢,必须携带回家清洗 尽此的笑脸清洗 第三,餐点一律采用一定方式 不接受现场的购买,除了早餐 第十,在各自的客室周围上有餐 请保持客室的整洁 第五,随时保持社交距离 好,定餐的SOP 中六的学生,你们的负责老师是 班章雷丽老师 中五的学生呢,负责定餐的老师就是 习乌楼义乌 所以第一,面包内的早餐在薪食堂出售 不必议定 早上你来,测量体温,洗手液,洗了以后 就可以买早餐吃,然后回到晚上去 第二,休息节,食物必须要议定 第三,膳食主要负责低餐 第四,根据名单收起费用 第五,每天休息节到时常指定处领取餐食 第六,根据名单派一发食物给定步的同学 第七,用上后收拾垃圾 头到五号门的停车场大垃圾桶去 随机的各同学,我们虽然是把食物搭包了 在课堂上吃,也要尽量减少制造垃圾 所以当你把食物拿上班的时候 它有一个大纸袋给你包装 那么当你吃饱以后,同样的把那个餐盒收拾了 绑在一起,放进那个纸袋 就是刚才拿食物来的大纸袋 打包好,就拿到五号门的垃圾桶去丢弃 这个才是真正的,身为一个知识的学校应该做的 做事有头有尾 好,治疗室的SOB 第一,校方准备两间治疗室,或者是隔离室 那么第一间呢,就在教室办公室 也就是普通的比利罗当 第二间呢,就在新教学龙底层的比利罗当 第二,上课期间,学生如果感觉不适 必须立刻通知课堂上的老师 第三,老师会带领学生到学生事务部来报告 那么,我们就安排你,帮你测量体温 安顿在这条室,然后联络家长 让家长带你回家,或是接医生 好,再来,我们问新的提醒学生 为了家人,保护自己 为了别人,保持距离 第一,请自备足够的饮用水 第二,戴口罩,请洗手 防疫功夫,不可少 第三,实施保持社交距离 第四,不慌张,不忧虑 从容,认真面对新常态 第五,保持健康的生活,做新 第六,星期一到星期五 一律穿整齐的校服 户外活动,或者是户外的体育节 都没有上来,客外活动也暂停 所以星期三不必穿客外活动的服装 第七,仪荣整齐 七月三十一日后,发型必须符合校规 第八,一律靠右行走 对不起,一律靠左行走 逢狭窄走廊或楼梯 自行保持社交距离 再来,我们温馨的提醒家长或监护人 要关心呵护,低造温馨家庭 第一,确保孩子进食早餐才到学校 第二,为孩子准备食物携带到学校 第三,尽量亲自载送孩子上学跟放学 第十,提醒孩子放学后就直接回家 第五,如果孩子出现身体不适的状态 就不要让孩子来上考 最后,我们严静家长以及公众人士进入校园 就是在这一段BKBB的时代 或者阶段,也就是我们讲的防疫措施 必须严密进行的时代 所以记得各位同学,我们必须要防疫措施做主 所以最后,希望大家开学愉快 一切顺利,协业进步 OK,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